现在我们是要做转向助力油的更换这部分 更换之前我们做一个小维修 这里的大家看这是转向助力油的两根油管 如果我们去拉动它了 其实看到是有松的 这里有气泡的感觉 就很容易就能拧动它 这前边也是的 这种油管它这里其实是漏油 然后会导致下面这里黑漆漆的 这一坨全是有油漏下去 然后直接漏到了底盘上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它的储业壶 就是转向助力油的储业壶 好我们现在打开 这里面是空的 已经没有油了 就是完全已经弄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把这个给它换掉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钳子去捡住它 往外推就可以了 这两个圈圈 我们把它叫做clamp 它现在这个状况 因为有油一直泡着 没有生锈 所以是比较好拆的 这里 好 拧住它 对 很简单的 就这么往外推出来就好了 下面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拧出它 OK 往外推 这样子 我们再用一个平透的螺丝刀 给它搓到缝隙里面 给它搓到缝隙里面 往外推一下 好 我们刚才是把这两个旧的clamp给它取下来 换了这两个新的 用螺丝拧的这样子的两个clamp 给它做了替换 然后我们是在下面放了一个配合套 然后我们想看一下 待会会不会接的漏油 如果漏油的话 这两根管子 应该也是需要再换掉的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储业壶 因为 就是转向助力油的储业壶 因为它以前是空的 我们给它重新加到负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去 待会去打火 左右 转向 让转向助力油 旧的和新的充分混合 然后我们再把混合后的油抽出来 然后再把新的油放进去 如此反复 然后直到整个油抽出来以后 看起来比较干净 那我们整个替换过程 就完成了 所以实际上 整个换油的过程 唯一需要的工具 就是这么一个大针筒 但不同的针筒 其实是不能混用的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抽冷却液的桶 还有有时候 我们抽那个就是刹车油 那边那个刹车油的桶 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用 跟单独的针筒去弄 这些油如果混合的话 会让那个油变质 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发生 当然这个针筒 如果大家没有呢 其实完全可以用 沐浴乳的那个pump 或者洗发水的那个pump 就盖子上那个东西 来给它做个替换 那个也是挺好用的 我最开始也用着它 其实差不多是可以够用的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车 我们现在把它支起来了 跟换机油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用一个jack 把车给它抬高 让车轮悬空 同时用jack stand 给它顶起来 当然了 我们另外一边 也是做的同样的处理 就是把车轮用jack顶起来 然后用jack stand 给它拖住 防止它往下掉 当然了 我们这里不同的是 我们前轮是没有放wheel chalk 因为待会我们是要转向的 让转向助力油混合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wheel chalk 放在了后轮这里 就是防止它的车子 发生前后的滑动 这样整个过程会更加的稳定 OK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给车子打火 OK 然后是左右的转动方向盘 现在整个方向盘的转动 是非常轻的 因为车轮是悬空的 当然不建议大家说 在车轮没有悬空的情况下 不断地去反复这么大方向盘 这样子其实对你的整个转向系统 会有很大的磨损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车轮全空的原因 OK 这么来几圈 差不多那个旧的油 新的油就已经混合 好 我们现在主要最关心的是这里 有没有再漏油 接着我看到还好 整个皮包套也是干净的 没有再有油漏出来 所以这里的漏油的问题呢 我们基本上算解决了 所以就可以正式烤地给它换油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混合过的油 用这个管子搓进去 给它抽出来 然后再把新的油加进去 因为我现在是GoPro电用没了 我再用那个手机给大家拍 就没办法把它放到三角架上 所以就只能描述这个过程了 就是用这个针筒把旧的油抽出来 然后把新的油加进去 我们待会直接给它看结果吧 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过程呢 我有一个类似的视频 我可以把视频的链接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点那个视频的链接 我们刚才是把旧的油抽出来 然后把新的油加进去 让它混合 然后再把旧的油抽出来 然后再把新的油加进去 这么做了有三轮的样子啊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旧的油呢 就这样子的 它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干净很多 就像以前我换的其他的车子 转出来的应该就跟焦煤一样的很黑 这个还好 虽然是黑色 但其实你能看到它有一些透光性的 就比较接近转向助力油 它干净的样子 所以我就不打算再继续给它换下去 这个我现在虽然发现这里 这两个地方没有再漏转向助力油了 但是其他地方可能还是会漏的 嗯 我可能需要把这个油 现在我是加满的 那我开一段时间看这个油量是不是对的 如果它漏的或者还漏的挺快的 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转向助力的做一个检查 然后对它做维修了 那我们就可以好事情 我们又可以多拍一个视频了 OK那转向助力油部分呢 我们就换到这个样子了 OK 然后我们给盖子给它淋上去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刚才是动了这个冷却液的主页壶的 这样子为了给它腾空间 这个也很好弄回去的 它其实这里是一个挂扣的啊 给它挂上去 这样子 一个手会有点麻烦 给它拿起来 这里 这样子这样插上去就好了 不需要领螺丝的 OK 这样子差不多就稳了